新约有六个欺律 我们了解和认识 为什么会有六个欺律 第一个就是大欺律 主前37年至主前四年当权 为什么耶稣出生的时候 为什么他杀那些婴孩呢 就是他杀婴孩的 为什么是主前四年呢 因为主力不是在耶稣的时候设立的 在耶稣之后几百年 就有一个修道士 他就有这个心 他很想全世界都纪念耶稣的降生 其实不是他第一个人做 不过他是第一个人 令到这件事公开被接受 那他就设立了功力 以耶稣出生 叫功力第一年 不过他计错数 计错数呢 应该就是在主前四五年左右 就是耶稣出生 就是计差了几年了 所以大欺律就是杀 就是当耶稣出生的时候 他杀了婴孩那个 那时候是主前四年而已 所以耶稣其实其他证据证明 他是计错了 所以大欺律只是去到主前四年而已 那他就为了讨好犹太人 重建和扩展这个圣殿 是非常之壮丽的 在耶稣降生的时候 他也杀了那些婴孩 就应验了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的 这里我有详细讲到 他因为怀疑 他的家人杀了他其中一个太太 他的太太两个儿子 他的兄弟 他的祖父和他的妈妈 他就死的时候 将他统治的地方分给三个儿子 另一个就是 希律亚基老 圣经写的就是亚基老而已 就是主前四年至到主后六年当权的 大希律的儿子 大家如果留意 路加呼音讲到 约瑟是否带了耶稣去埃及 后来听到 希律的儿子亚基老 作犹太王 于是他就不回去 巴利行 就去了纳萨纳 这个就是亚基老了 接着另一个就是 希律安提帕斯 主前四年至到主后三十九年 就得到大希律四分之一的地 管治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加利利和死海附近的约旦河东 就是加利利的领域 和在约旦河东 在下面那里的东面 是他杀死死 是他杀死若寒 和曾经审耶稣的 和耶稣也有说到关于他 就是说有几个法利错人对耶稣说 你离开这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耶稣就说你去告诉这个狐狸听 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 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 因为后来审的时候 刚刚所说的就是当耶稣仍然传道的时候 审耶稣的时候 比拉多知道他是加利利人 就将他交给希律 因为这个希律 就是圣经讲的希律就是这个希律 所以耶稣出世的时候 那个希律和这个希律是不同的 就交给他 但是他又审不了什么 又交给比拉多的 那天希律和比拉多就成为 就做了朋友了 另外那些其他希律 就是在士律行转出现的了 希律、腓力 圣经讲的就叫做腓力 主前四年 直到主后三十四年当权 那就是路加福音三章一节 该撒提给留在位第十五年 这个就是讲到 施西律行开始传道的时候 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 他兄弟 这个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 就是审耶稣那个希律 然后他兄弟肥力 这个就是希律肥力 作以土雅和特拉可利 地方分封的王 他管理哪些呢 加利利以东 和约旦河以东的地方 加利利的东面 和约旦河的东面的地方 这个就是他管理的地方 这个就是在耶稣开始 施西约翰和耶稣开始的时候 圣经有提的人物 只是提到他管理的地方 没有说他做什么的 下一个就是希律 阿基柏第一 就是主后37年至44年当权的 他是大希律的孙 他是迫伯基督徒 《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 为什么这里又有个希律呢 其实你知道这里是不同的希律 他见到犹太人终于这件事 就去捉拿彼得 还有他后来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 穿上朝伏坐在位上 他们讲论一番 百姓就说 这个是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希律不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主的事者立刻罚他 他就被虫咬死 气就绝了 然后接着就是希律亚基帕第二 他就是沈保罗的 在《赛琳传26章28节》 亚基帕对保罗说 你想稍微一劝 就叫我做基督徒吗 这个就是 他全名就是希律亚基帕 英文就是Herold Agrippa II 同时也有比拉多 就是犹太省的总督 就跟希律安提帕斯 就是管理加利尼那个 管理不同的区域 这个就是比拉多 对他就像一样的总督 大家看见 我们在这个总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